我们必须防御病毒 我们必须防御病毒 民国网红来到加州海滩 看到所有人几乎都没有戴口罩 于是主动问要不要口罩呢 为什么不 我不知道有谁能告诉你 那你的口罩是不帮助 老夫妻一直拒绝戴口罩 甚至还说 你不想去死 那你不想去死 那你不想 搭口罩的网红连续问了好几个路人 却都碰钉子 但这还不是最糟反应 你们需要防御病毒吗 我们没有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网红网网 真的吗 对 对 那是个网红网 真的吗 我知道 为什么 你更没有想到认为疫情是假的美国人 还真的不少 你还想着网红网吗 全是假的 我都很好 我很好 我喜欢自由鸡 我喜欢新的风 就禁止国家 不过也有少数人愿意接受戴口罩的好意 美国网红免费发口罩 直接见识到各种反应 他们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说 尊重彼此有不同意见的权利 也是因为身边人缺卷让美国网红希望用影片换起美国社会能更对疫情做出防范 东西外国中心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